在紐西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紐西蘭時差快台北5個小時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紐西蘭當地的人非常非常的少 人口密度非常非常的低 你看到的人幾乎都是遊客 紐西蘭天氣非常不穩定 下雨或者是天氣好 全部都要看運氣 出去玩就要記得帶雨具 但是你用雨傘的話呢 紐西蘭的風真的是爆炸大 是感覺人口要被吹走的那一種 所以你的雨傘很有可能就直接爆炸 或者是直接被吹肥之類的 那也因為風很大 所以你如果怕風的話 記得帶防風的衣物 那紐西蘭的日夜溫差也非常非常大 大到可以三十幾度 所以晚上如果想要看星星的話 記得要帶保暖衣物 紐西蘭的垃圾分類分得非常非常的細 像有有機動植物啊 或者是可回收的物品 或者是其他的物品 全部都要分類分仔細 如果在紐西蘭有用行動網路的話 非常非常不穩定 在城市裡面是還可以接受 但是你一離開城市 你就是一個失聯的狀態 我們是台灣的冬天去紐西蘭 所以紐西蘭白天非常長 差不多晚上九點才會天黑 但你一定要在九點前回到你的飯店 因為只有城市裡也有燈 離開城市的其他地方就是純黑 伸手不見五指那種 就是真的是伸手不見五指 什麼都看不到 超黑 而且差不多晚上六點左右 所有的店全部都關了 所以你也不能幹嘛 你就回飯店好好休息 紐西蘭夏天早上的溫度 都非常非常舒服 差不多都在二十幾度 所以短袖短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一定要帶防蚊工具 因為紐西蘭有一種非常可怕的小黑蚊 叮了 你不得了 你一個月都消不掉 而且你會超級無敵癢 所以一定要帶防蚊工具 紐西蘭非常乾燥 所以你一定要帶足夠的水 不然你會乾掉 在紐西蘭的每一個洗手台都有熱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洗手洗起來非常舒服就對了 每一個飯店的毛巾也都有加熱 我猜是可能因為冬天會很冷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 我發現紐西蘭有很多人喜歡赤腳 在馬路上走路 那如果你在台灣赤腳在馬路上走路 你就要準備回家包紮了 這是台灣人玩紐西蘭的第六集 生活篇 那我們下一篇是景點篇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